NBA 赛场上能够引爆全场的除了绝杀和扣篮 还有一个就是球星们的庆祝动作 有时候庆祝动作不仅仅是个性展示 情绪宣泄 还能够带动球队的士气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有哪些比较经典的庆祝动作 加森 特里喷气机起飞 特里全名 Jason Eugene Terry 前三个字母组合在一起刚好是 Jet 中文喷气机的意思 每当特里有好的表现 或者打进关键球的时候 他就会张开双臂 做出喷气机滑翔的庆祝动作 卡龙 巴特勒打电话报警 巴特勒打电话报警 这个庆祝动作应该很多球迷心中还有印象 每次当打投进关键进球的时候 就会做出打电话的庆祝动作 小编推测意思是警察快来 这里有人手感热的 快控制不住了 JR 史密斯天堂之门 在前段时间 NBA 传出消息要换 Lovol 的时候 曾有球迷建议使用 JR 这个庆祝动作 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 很多球迷应该和小编一样觉得 这套动作有点逗 其实 JR 个人能力不俗 身体素质也是极佳 可惜的是场外生活毁了他 每当他投进关键进球时 他就会打开天堂之门 意思是他这个折翼的天使 又回归天国了 尼克 杨带瞄准尼克 杨在胡人对着马次赢着吉诺比利 头颈压哨三分的时候 曾做出这个庆祝动作 意思是我尼克 杨都带上瞄准尽了 你防得再紧也是徒劳 当然尼克 杨最让球迷津津乐道的 是他学大将军提前庆祝失败 大将军阿里纳斯提前庆祝说到尼克 杨盗版失败 当然就得提提大将军的原版 巅峰时期的阿里纳斯有多强 我相信很多球迷都记忆犹新 当年棋材对阵爵士 阿里纳斯全场 砍下51分 并在比赛最后 时刻独秒投出最后一球 球出手后 阿里纳斯看都没看 就转身高举双手 和球迷们一起庆祝胜利 这可能是 NBA 历史上最嚣张的 庆祝动作之一 罗斯装身辰2015年 季后赛 公牛对阵骑士 罗斯复制乔丹 在比赛最后 关头绝杀骑士 相比兴奋不已的队友 罗斯一脸平静 有球迷诀评论说 罗斯装身辰 骑士小编倒不这么认为 如巅峰时期的 罗斯有多强 小编不做过多解释 也许对于罗斯来说 在经历多次伤病之后 还能上场打球 这才是最重要的 威少收枪入翘 威少在投进关键球 或者手感火热的时候 喜欢做出这个 收枪入翘的庆祝动作 他飞快地逃出枪 然后又快速地收回去 哈登撒盐哈登 在打进关键进球的时候 会做出撒盐的动作 意思是对手是菜鸟 他正在烹饪对手 詹姆斯三次下压詹姆斯 在投进绝杀的时候 会做出这个庆祝动作 意思是让自己保持淡定 别激动 当然还有一种意思 就是对手球迷们别过躁 给我安静 德文 维得我的地盘 锁猴吹风 维得深得前辈 装逼精髓 他每一个庆祝动作 都是霸气十足 比较有名的有我的地盘 我做主 锁猴和吹火等等 第一个第二个小编 不做介绍 第三个小编 个人理解的意思 是我的手感太火热了 需要量一量 当然 NBA 历史上经典庆祝动作 小编在这里就不描述了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补充哦 感兴趣的朋友